這裡不是我那個城市 我不屬於這裡 那他呢 原本的家小元呢 我的死活對你就承握不住了 比起你的命 我更在乎他 你明明一開始對我很好的 出了 你是怎麼來到這個世界了 要怎麼樣才能回去 我那天就是連任在車 從橋上掉下去的 為什麼你們都這麼喜歡城橋 請你看清楚你面前的人是誰 那如果是心裡一時忘不掉的那個人 多年之後意外重逢 你就不會有點什麼想法 我知道你對從前的江小元有愧 你念念不忘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對我 但是我也跟你說了 我不是那個江小元 麒麟 我兩個到底是誰不敢正視現實 我說你啊 就是當局者迷 他們誰不知道是你嗆了我男朋友啊 你知道我沒有漫長的未來了 我沒有辦法向任何人做任何承諾 我想回家 他也想回家 我們才是一個世界的人 要麼你想辦法把他留下來 要麼你就索性斷個乾淨 別走 江小元 別離開我 不要執著於過去的事情 包括人 我在當下最重要的 誰不知道我是董事長的千金呢 我看上的東西 誰要敢動一下 我都要他好看 他 江小元 生於一九九三年一元 也是 我现在穿越到了七年前 没想到我也能融落到 无家可归的地步 你说我还能回去吗 我们六年没见 你是真的把我忘得一开二进了吗 我不是一个王 你一直都是那个江小元 我希望你能够把我们看 就是重新开始的朋友的关系 而不是你跟旧情人 回不去同才的退让 我需要知道真相 他们把我弄到这个时空以来 到底有什么目的 你有没有想过 根本没有那样一条通道 可以送你回家 你也不是因为时空穿越来到这里 不可能 我有我从小带来所有的记忆 给我的人生是完整的 你发现你的记忆都是虚假的 你会愿意忘记它吗 但有些真相 只有她自己才能找得到 你会遢某 我无量不会 有什么卷 还有这样的 我其实是这样的 我只要有关系 我会对我 现在这一点 有什么地方 我一人是在厉害的